嗨,大家好,我是念华,欢迎来到不爱就赛 我是芳玉 真的没有想到,我觉得每一年到12月的时候 我很希望我能够换个词,但是就是说时间怎么过那么快 这样是一年半吗?我们不爱就算过了 但是我就是说我那天脸书还跳出来 我们去年12月第一节的时候还有戴圣诞帽 我就是说有一些画面 因为有人说女性是倾向用画面来register记事情 那我是标准的 我就看到这画面觉得那不是不久之前吗? 所以谢谢大家跟着我们的不爱就赛 跟着那么多的故事走过了这个时间 好,我们很希望我们的订阅户数重置到4万 现在3万3千多 今天这个个案我觉得很写实 看来老师应该常常遇到不讨厌但没办法爱 就是我就写实就是说一般人他除非很特别的情况下都聊到了 不然他不太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真的吗?好,我来讲这个故事 听到老师在讲这样的感慨 我觉得特别想听他的观点 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是一对夫妻当然在都达到了失婚年龄 那也有自己的应该讲说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位置了 那个位置不是说多好但是至少是一个稳定的工作 那在父母的一个期待之下呢两个人就结婚了 那结婚了两年也没有生小孩 其实两个人对于这种关系都不是那么确定 我讲说至少他们是成熟的 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关系不够稳定下 他们就没有再生小孩 那结果他们不断的试着在这个关系里头 觉得好像可以继续往下走 但是其实就是没有 就是觉得就是这位女性朋友呢 他就说他就真的不爱了 就是对他是没有感觉 可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去说结束 因为对方是一个很好对他很好的一位老公 那在外人眼中也会觉得你们没有离婚理由啊 那你到底现在是在怎么不爱了呢 他说不爱就不爱了 不爱了一定要理由吗 这个就是他遇到的很大的罪恶感 也非常多的困扰 那最后呢他们也是走向离婚 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男性 我说有时候离婚离人品 离的是人品不是离的是什么钱啊 他真的是拼一个人品而已 那我觉得也够成熟 所以他们就后来用和平分手的就是各自安好 那当然也很祝福这一对男女生呢 都可以再找到更好 可以值得交往的一个婚姻关系或者是伴侣 刚结婚不到两年 所以双方没有小孩 所以离的时候应该年纪还没有 真的没有进入中年或后中年吧 没有没有 那方玉律师在你的case里面 然后你这边寻求离婚处理的客户 单纯的就是不爱了 然后后来你在帮他处理的过程中 发现这个不爱了也真的就是他没有其他的因素进来的 多吗 其实很多 我讲很多就是说其实我会回推啦 无论你是用外遇或者是没有夫妻之食 或者是你用一个言语暴力或冷暴力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的前端都是从不爱开始 本来就是不爱 然后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个不爱的状况下 就开始互相嫌弃或互相逃避或互相质责说 你你为什么会对我不理不睬 就是类似那种冷暴力 也就是说他就会用各种方式去 跑出一个离婚的理由 那不爱这件事情几乎是前面 假设你要谈到离婚几乎前面三年到五年 甚至到十年都有都在一个不爱的状态下 这个这样子我就慢慢的会想起来有很多的 他本身可能是外遇 对 或者可能就是完完全全没有夫妻之时的人暴力 那比方向外遇来讲 我觉得他是个永恒的机身蛋半生机的 是不爱了 然后呢在外面终于遇到了一个情感的依托 那或者是呢在偶然的情况下面 没有把持住 遇到了一个情感的对象 后来回来呢 对于伴侣呢就越来越疏离 越来越隔膜 然后越来越自己守住这个秘密 你就一直往外面去 所以这个有点机身蛋半生机 但是这个不爱这件事情 其实刚刚听方玉律师在讲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我们这个节目 就是不爱就散 很喜欢小编帮我们取的这个题目 其实他本身就是说你在 不爱这样一个不管是客观现实 或是你内在主观的感受 当他开始冒出苗牙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有没有发现到 然后你在分辨过程当中 当你还是想跟这个人 维持住这样的亲密关系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不爱很多 他一开始的出来可能是感觉 但我不认为人不可以处理 跟面对自己的感觉 我没有说硬要让这个感觉改变或怎么样 但你忽视这个感觉 或者认为正没什么 然后等到他有什么的时候 你变得束手无策 不晓得怎么处理 变成这个感觉来控制你自己 但你本来是身心灵的一个产物 一个动物 你应该是可以去 最重要是你要诚实面对这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不爱就散 其实我们两个讨论过 一开始这个名字 我们两个觉得接受 后来也喜欢原因 就是说在那个步子 刚刚发生的时候 你是不是能够透过这个节目 这么多人的生命经验 你能够去发现那个步子 在你的关系里面已经出现了 会这样的 如果出现了老师你会怎么样呢 我想应该很多 比如我是夫妻关系 那有人是配偶关 就是同居关系或伴侣关系 我觉得每个人在亲密关系里面 都会有这个步的情况 出现吧 那你应该有一个危机感跟不安感 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会不会 我觉得有很多人 我先讲很多女性朋友 她会说甚至没有结婚前 有的人爱情长跑很久了 她也会说她不想再换一个情感对象 因为要从零开始了解对方 然后介绍自己 使自己被对方完全了解 她觉得那个过程实在是太疲倦了 我觉得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我们就不测试说 这个值得不值得 所以就是说 当你拍那个步子出现的时候 你说要爱下去是最高价值 大家都给你鼓掌说这个才叫真善美 也许是 那那是不是你的价值 就是你一定会去比较说 你要你的人生在一个什么状态 那这个状态的时候 步的这个苗头 我自己认为是当他出现的时候 要多一点冷静 就是我觉得现在人太喜欢谈感受了 老师真的好厉害 就是确实我们在讲说 我又要讲当代的爱 就是说我刚才在讲这个小这个故事 你发现两年就离婚 在我们这个年代应该很困难 对吧 很少 很少 很困难 但现在 因为那个不爱我们会继续学习 再怎么样继续相处下去对吧 那个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大概会想出100种方法去解决 那个不产生之后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很像在这个当代的爱里面 我发现有一个议题就是我们爱自己这一件事情 突然被放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位置 就是爱的本身是一个有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 然后你怎么去爱他吗 这是爱别人的能力跟你被爱这件事情 可是当我们只爱自己的时候 其实不会看太多到别人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议题 就是说这件事情我只要比我比较爱自己 我就不愿意再妥协更多 所以我当然很快可以在这个关系里进去 然后很快的再出来 也就是那打那个婚姻的契约这件事情 他们是进出很快的 但是对于有一些人 不要讲我们这一代 应该有一些人都会是很困难 说那当时的承诺是什么意思呢 就会有很多的对这件事情的困惑 甚至是愤怒 原来你的承诺是这么的廉价 这么的没有想清楚吗 愤怒是蛮长的一个反应 对最长反应是这样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不解 所以我在想说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就是说当你过于 你记得我们有一集在谈自恋跟自爱 自爱是只是划出界限 但是如果你的爱变成了自恋 自爱变成了自恋 就很容易在这个关系里面进出没有任何罪恶感 就没有任何罪恶感 但是我刚才讲这位朋友当然他有个罪恶感 他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男生 我这样子的情形下对于他来讲 我不知道该怎么提 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离 然后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我觉得他很很不错的就是能够用一个比较成熟的方式来讨论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朋友有二婚的 有时候你说二婚真的是碰到一个better choice 我觉得也不一定 因为选择这件事情 就是在你第一次做选择的时候有时空 那个时空因素使你在选择考虑的时候考虑的要件 后来你发现这随着你的二十几岁进到四十几岁的时候 原来这些要件后来变得不重要了 或者更重要的东西出来了 那讲那后来在第二次婚姻的时候 我自己有限的经验里面 看我的二婚的我的女性朋友 是因为他后来比较清楚了解他自己的人生 因为你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来出发 当然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可是他能够延展的稍微全面一点 就是说而且稳定性比较高了 他重视的是什么 他可以轻轻轻轻带过 他的忍受瑕疵 他可以忍受的瑕疵是什么 对那我觉得所以刚刚讲说 很多人在分的时候 对于对方当初的承诺 突然就好像一点都不重要了 会感到愤怒 我觉得这个一定会 我也有朋友就是会觉得很伤心 在先生提出离婚或是有外遇的时候 可是就是说那关系里面一个人觉得是搞木死灰了 很少另外一个人觉得是浓情逆意 通常是另外一个人觉得 有这么糟吗 我的经验是这样 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觉得 就很少就是他是两个极端的 对那所以这就讲了 就是那时间在时空在变化的时候 你对于其实有时候不是你要的东西有没有改变 而是你忍受瑕疵的那个限度后来不一样 那老师都用很含蓄的在讲这件事 但我完全听懂了老师 那我觉得各位可以完全再多听几次 那我自己的这边的感受就是 你在不爱的时候我们会有罪恶感 而罪恶感会让一个人开始产生正当防卫 好就会防卫 所以我们会一直去细数在婚姻当中的不好 因为你才离得开 所以会用愤怒的方式来展现 也就是说我要开始 我们通常在讲数算我的幸福有多少 我们才开始感恩嘛 但是因为你要离开 然后因为你扛不住自己的那个 违反这个承诺 扛不住这种罪恶感的时候 尤其你很清楚可能知道对方是没有错 我就会在这个婚姻当中细数出一些 我不爱的理由 所以那时候这是不是让我们看到 进入官司的离婚都变得很难看 是那个是完全是一个分手的诉讼本质 那我们在分手的时候因为会扛不住 所以我们会开始用很愤怒的说 对方做错了什么 你才真的理得看 因为不然你那个罪恶感你会扛不住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 好好的谈分手 有这件事情就是要去看到 我在这里头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绪 那我觉得这件情绪跟感受是真实的吗 然后你在做反应的时候 对待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反应 就是说 意思说你用攻击的方式来解决你的不爱 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吗 那当然如果对方真的是在这里头 有很多的不妥 那当然这是另外一件事 只是说像我在讲单纯的不爱的时候 我们去如何走过那个罪恶感 那那个罪恶感会产生某种程度的一些防卫性的说法 跟防卫性的做法 那在这里头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平衡 那有时候不爱会用各种变形的方式来出嫌 譬如我刚才讲冷暴力啦 或是用外遇啦 甚至有一个男性朋友讲说 那我是不是用家暴他就会离开我 你看这个 很对 你知道这个是他从网路上搜寻的 我不知道网路上谁会去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我真的男性朋友他就说不然他就不离开啊 我那一天还听到一个女生 他不爱了 然后结果他就故意去挑衅 然后被打了说 我终于有利婚利友了 哇你看不爱一定要用这么大的变形来处理吗 这个都是一个不适合的反应啦 然后最后结语前 我自己的personal的想法 我刚刚是说 我觉得现代人都太放大 或是只看感受 感受对 那爱跟不爱 我很高兴跟方毅律师我们聊到现在 他是一个非常开放的 我们还是喜欢看大家的留言跟分享 就是说我们并没有说 不爱这件事情是 不太对劲哦 你要不要再想想啊 没有 没有没有 那也没有说 在关系里面 他会永远永远 就是永远这件事放在情爱关系里面 我们好像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信仰 那我个人经验是我 我没有那么看自己的感受 就当我的感受里面 我没有在爱跟不爱这件事情 我还没有常挂在嘴边 我看的是这个关系在生命里面 对我来讲 独一无二不可缺少 我先生有很多事情会让我毛掉的 当惹毛的那个时候 很诚实讲 其实那种感觉 阿杂跟不爱 你告诉我差多少 不爱的反应就是心里面对这人 疲惫 然后看了就不错 然后不是非常的顺眼 这 但是你不要太去看这个感受 我觉得好像那时候会有另外一个念华在看着我 说你不要那么去看这个感受 对对 就是回到底 这个关系是我觉得独一无二 非常不可欠缺的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老师讲的好像是不一句 社会学家就在讲 因为当代过度强化 强调自己的感受 是吗 变成脆弱的主体 所以呢 为什么爱让人家如此受伤害 大家可以去找那本书 爱总是让人家受伤 就是因为你把自己的感受过度放大 变成了一个脆弱的主体了 书看的不多人就要像我一样 要认识一个常在看书的朋友 突然他会告诉你说 你讲的这是书上写的啊 对 老师讲的真好 法律怎么说 法律上因为我们这个故事呢 是用协议离婚的 那我发现呢 这个应该是很简单了 可是我很多人还是一直搞不清楚哦 好 两月离婚应该以书免 两人以上的证人签名 然后跟护证金外办离婚登记 这是目前的一个协议离婚 在台湾哦 台湾有协议离婚 在像美国香港 可能就不是这样处理了 好 那这边提醒各位 两人以上的证人的签名 肯定是要亲见或亲吻 你们两个人有离婚的意思 然后呢 你们到护证金外办登记 就记得带身份证印章 还有照片 因为你们要换一个配偶来 空白的一个身份证 然后呢 两个人要亲自到护证金外 去办登记 供各位参考 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去 对对对 有个人不知道 是的 好不爱就散 别忘了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下次再会咯 拜拜